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教一道名菜 叫烟熏树额 怎么做其实我不知道 可是我去餐厅一定会点 来吃 因为它真的是还蛮好吃 我们邀请到的是范光竹范老师 是 谢谢 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 你今天要叫我们 这个烟熏树额这个大菜 对 这道其实就是我们 树池里面的手工菜 那这道菜其实很有名 因为我们在四五十年前 因为我们最早电视烹饪节目 你知道是谁来做的吗 那个副陪梅老师 对 台词 副陪梅老师 他们在我们11点50到12点之间 10分钟的带撞节目 副陪梅时间 对 有赴培没时间 对 那这道菜也是 我真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看到 有印象的 对 不过我那时候是很好奇 为什么会感觉 它是明天前面炒一炒 后面就做好了整条变出来 其实没那么简单 中间很多步骤都跳过 所以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没那么简单 对 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 就是复刻这道菜色 好 但是要做之前的话 我们先大致说一下 因为其实烟熏的东西 我们通常来说 烟熏是用可能锡箔纸 铺在底下以后 那我们上面会放面粉 放米 然后放糖 那其实它是一个产生 焦化物的时候 它这种焦化物 其实多少会有自来的风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在家里做的时候 常常会造成就是 你再烧一下 烟煤控制好 整间全部是 都是了 对 活经警报器 可能更想起来 左铃右舍开始在抗议 所以你再等一下 消防队也在你楼下等了 那就太吓人 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 我们只想吃这个味道 稍微怀念一下的话 那我今天有一个 不用去做烟熏 但一定要吃到烟熏味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对 好 那大家会介绍 好 那我们现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我们从炒料开始介绍起 好 那这个是 就是我们所用的 我们大概要用的腐皮 是 好 那这个叫半圆腐皮 那你在塑料行可以买得到 它是这种半圆半圆这样子 那我们待会用这个来做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先开始先做简单切割 那我先切一些姜丝 姜丝啊 要姜丝 在我们包在里面的料的部分 全部都是要切成丝 对 所以老师你等一下 是要用那个半圆腐皮 然后把这些料 全部包在里面 对 然后正确的做法 这个姜丝菜的做法 它是一个手工菜 然后它是把所有东西 先炒掉 炒好以后 然后用腐皮层层包住了以后 那先上蒸笼上去蒸 是 然后蒸过了以后 那后面再去做一个 叫烟熏的动作 烟熏是最后 对 可是老师今天就是要教我们 就是你不用那么麻烦 然后又可以吃到烟熏的味道 对 因为其实这个动作 除非你是专业厨师 而且那个烟的控制 控制不好的时候 它可能就瞬间到白烟 清烟 黄烟 白烟 然后最后可能就是 烧焦味道跑出来了 这个太吓人了 就有点点难度 那我先姜丝先切好以后 那我们一样 不用急着开火 我们先下一点点的油下去 冷锅我们就开始边做包箱 边做切割 然后姜丝放进去 均匀地把它推开来 好 这时候可以开火了 就趁它就是在油上面把它推开 所以你的油也就推开了 对 好 那我们这时候还要切一些 像做配色的 红萝卜 黄萝卜丝 所以这真的是老师刚刚一开始讲 他说这是姜这里面的手工菜 对 所以当然就是它很多的切丝是很重要的 对 当然如果说偷懒一点的话 我们那个 我们八名是slice 我那个也更快 用工具也可以 对 但是来电视上节目 我们总是要展现一下 基本的功夫 当然 老师你们随便切都是 每一根都是很均匀的 对 反正老师都只剩一张嘴 所以黄色的 这是黄色的萝卜 也直接下去 对 直接下去 可是这个时候其实锅子慢慢 其实一点点热 其实以前很多的做菜习惯就是 好像就是你要一直干干干干干干 其实不用 你看我们现在还有时间 边讲菜 边切菜 边开始煮 对 选对锅具很重要 如果今天是中式炒锅 你可能没办法 你可能一下子锅子要烧热 要过多 然后一回头转火 全部烧焦了 或者是黏锅底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边切其实就边下 老师一开始的时候提醒我们就是 你冷锅冷油先不要开 就是不要开火 然后油下去 浆下去 然后慢慢你边切的食材再下去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做这种 很多时候食材的部分 我曾经看过有一些的教法是说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用汆烫 但实际上你用炒 比如说红萝卜的话 你用炒它里面的紫红性维生素才能溶出 对 所以老师你这样子做其实又更 就是又更健康 第一个是它没有那个烟熏的那个油 它有那个腌 对 所以就不会有危险 然后再来就是你又可以吃到更健康的 然后老师用它的烹调的方法 当然你也可以用水煮 可是老师觉得其实这些红萝卜 它的β萝卜素应该要出来 所以就是用油下去炒 对 好那这些话我们有用干香菇 先把它泡软了 好那也是切丝 切丝对 所有东西都是切丝 所以像老师这样子就是你准备好食材 然后就是慢慢切慢慢放 慢慢切慢慢放 这样也是蛮有条不问的 不用在那边赶时间 因为锅子我们让它温度慢慢上升 其实不要让你自己在厨房会做 有一种时间压迫感 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怎么样加坏 不用就慢慢的慢慢做就好了 而且通常有时候我们有个习惯 就是东西下去了之后 你那个手不给它拌炒一下 好像觉得有点对不起锅子 可是老师刚刚你看 全部都切好放进去了 它才稍微波动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 现在才听到声音 对 有声音 然后可以闻到一些的香气 好那这时候我们这边还有 新鲜的香菇也下一些 这个跟干香菇不一样 因为新鲜香菇 我们是要增加它的那个就是口感 对 然后它量也比较多 那刚刚干香菇的话 它是植与它的香气 所以虽然都是香菇 可是它其实香味也不一样啦 口感也不一样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个也一样是切 一样吧 其实 应该是比较切 有点切薄一点 对 小一点 片就可以了 对 我们每次在做菜的时候 好像就面临一个 老师 这个东西要切什么形状 要切什么 其实如果说自己在家里 在做菜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说 我今天要做的东西 我要做塑形的话 那我里面可能 我只能选择就是缺丝或切碎 对 但如果说你今天可能说 你要呈现比较说 你的刀工比较好啊 你的切片或是像这些东西的话 切点花刀出来 会让你觉得厨艺就更精进了 是 但不一定说一定要从教科书 跟证照一样 这个丝要长4到6公分 然后厚0.2到0.4 太难了 不要虐待自己 对 好 我们现在这样翻炒的时候 它就有一些基本的香气 会开始飘出来 好 那这时候我们刚刚讲说 我希望带点烟熏的味道的话 对 来 这时候就是用这个 烟熏 好 这个塑料 塑料里面你可以买到 这种叫做塑饵 对 它其实也有做烟熏 可是如果你光吃这个的话 是非常单调 对 而且就是纯粹做加工 但它经营带烟熏的味道 那我们今天的方式是 没有在外面去做烟熏 是把这一部分 用比较少的量 然后包在里面的部分 所以你要吃到烟熏的味道 对 可是我们其实蔬菜量非常多 对 我们增加很多蔬菜 跟很多的菇类 那这一块就是这整块 我一样把它做切丝 一样切丝 对 所以它吃的时候其实就是 老师就是要一点点烟熏的味道 对 然后还有它的口感 然后其他就是 还是以健康为出发点 对 就是好多好多的蔬菜 我们有时候在做 就是做蔬食 或蔬食的料理的时候 因为其实就是 限度跟两难 就是你好像纯粹 比如说用这些蔬菜 豆腐 豆干类的话 没办法展现出就是这种 多元或多样式的味道 所以有时候可能不得不去用一些塑料 但我一直在教导学生们就是 我们这些塑料的话 你来 不要当做主菜再上 我们把它当做 其中调味的一部分 对 然后去辅佐你的主要的新菜或菇类 对 这样的话你的营养更加分 对 而且它就是一个点缀品 对 因为像我们现在也在讲 所谓绿色饮食 每天要吃素爱地球那些的 对 但是有时候也不要沦为口号 就是我们经常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吃肉习惯的 你要全部都完全都是青菜豆腐 无甘无味的话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东西吃不了 做不了太久 所以有时候那样子反而会变成是 有变化就是调味越加 可能会越重 对 所以老师就是适当地选一些塑料 然后就是它当作一个就是 它只是一个配料 对 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 素额它是主食 可是其实事实上 老师用的那个素额的量非常少 然后我们就会加入一些 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豆包 加一些豆包进去 好 这也是增加分量的 这增加分量 这个老师就切很大块了 因为它本身它其实你看一拉 它是整个是开的 对 也不要切得太细碎 所以它又要进去炒吗 对 进去炒 好 那之后我们加一点的酱油进来 所以我们料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 对 还没有 还有金针菇 还有金针菇 好 还有些是糖 所以先加酱油 对 再加糖 好 那我们加一点点水进来 好 加水 对 够吗 好 再一些 好 好 谢谢 好 因为我们需要炒香爆香的部分 先让它下去 好 让它炒出 你现在我们就可以闻得到味道 好 那像后面这些 不要煮太久的 或者是像这个 我们的笋子 好 水 不需要去炒香的部分 现在就要下好 所以老师 刚刚只有下酱油跟糖 对 然后那个水一下去之后 其实你也不用刻意去干炒它 不用干炒 因为等于是它等于是 我们加了一点水之后 它把那一些就是酱油跟糖 直接就吸到食材里面去了 对 那你看一下我们可以加入很多 有富含纤维质的东西 这样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道营养就更 就真的是一百分了 对 现在这个竹笋丝 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 家里的人喜欢吃的 然后就是营养又过多的蔬菜 然后把它全部切丝放进去 那因为有时候比如说 像我小朋友他不喜欢吃笋子 那我就把它包在里面 他就没得挑了 他就没得挑了 他不吃红萝卜丝 他也吃不出来 对 通通包在一起 对 就是聪明的爸爸 小孩子偏食有时候就是 你可能在我们的一些想办法 就慢慢让逐渐习惯 就适应 他吃习惯了 其实他就觉得不怎么样 对 确实有一些食材 他可能本身有一点味道 小孩子可能会有他的喜好 对 好 你现在其实人家闻的味道 有没有想起就一直出来了 好 那我们最后再加入金针菇 金针菇我们都知道这个叫 有人说是明天见菇 对 明天再见 有常常看节目 我们节目应该都知道 金针菇其实它不耐久煮 所以我们在炒的顺序里面 放最后 放最后 对 所以意思是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好了 对 差不多快好了 好 那我还是把它切短一点点 好 然后进去 是 好 好 下面这个地头 连接地头的地方 就要把它拆散 不过金针菇很好 因为它其实很容易买 然后一包可能10块12块 对 很便宜 很便宜 很容易取得的 不过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 就是你看用心的爸爸 就会想办法 就是把小孩不吃的 就是包进去 让他看不到可以吃进去 然后让他习惯以后 其实我觉得他长大以后 他在外面不管到外面求学工作 就很好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挑食的东西 对 不要让小朋友挑食 真的 特别有时候 你现在太多都是我们一些素食的东西 养惯了以后 那个口味变 就变得比较不爱吃蔬菜 不爱什么话 那个很难再做得回来 没错 就是它越大型 那个习惯就越难改了 对 就变固定的 好 那像我们今天看素的这个 你现在可以闻到就是 它有点烟熏的香气也出来 它这样已经等于一盘菜了 对 要是我回家就直接把这样子 直接炒成一盘菜 这多完美 对 不过还是需要一点的水 好 再一点水 好 OK 好 谢谢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因为你加水 其实总比你加油好 对 所以老师刚刚就只有一开始的 那么一点点油 对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要练习做一些 就是扫油的料理 对 而且这样子它 你加了水之后 调味料就是盐跟酱油 就直接吸入到所有的食材里面 对 这样这一锅就好了 好了 但我们不是这锅的上菜直接吃了 我觉得这一锅我就可以直接吃了 太好了 又有豆皮耶 对 蛋白质超多 然后蔬菜超多 好 好 那我们这时候来准备 现在我们要包覆的部分 这一锅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扶皮 好 那扶皮的话它是属于 都像半圆半圆的感觉 半圆形 对 半圆形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放一张上去 那每一张要叠放的时候 你要记得一个原则 就是我这张要放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是 现在是这个方向 好 另外一张一定要记得是反过来放 反过来放 这样子啊 对 好 那我现在上面 那我这一块准备一些些的油膏 酱油膏 上面把它先刷上一层 刷在这个半圆腐皮上面 腐皮通常现在塑料好像买得到 材料好像买得到 不过买回家记得 就是把它完全的密封 不要接触空气 对 因为接触空气它就干掉 那到时候就会破掉 对 很容易就破 好 那保存的时候 尽量也是放冰箱直接冷冻 直接冷冻 直接冷冻啊 对 直接放 丢冷冻 好 老师你这样就要变成不同方向叠起来了 对 不同方向去叠它 我以为是四张就包四个 很多人以为是顺 我们直接做一份 好奇怪的做法 觀眾朋友应该跟我一样 等一下老师要包几卷呢 其实不是 所以你每一层都要刷一点点酱油膏 对 刷一点油膏上去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我们里面放的酱油跟糖 其实很少 对 对 但是我们这些还是要做基础的调味 是 但是我是想说等现在水气 已经开始降价以后 对 那如果说你可能 水不想加烈的话 还要再多一个动作 太白粉水做勾芡 可是老师今天连勾芡都不要 够不用 对 好 这些话调味 糖 糖 还要再加一点盐 一点盐巴 你刚刚没有用盐巴 是 胡椒粉 所以刚刚老师加了一点点的糖跟酱油 其实是要让它在烹调的时候 把味道先吸进去 对 所以真正的调味是在后面 现在这个动作 也是喔 不然它那个豆 就是那个斧 豆皮那个 可能就会太就是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 对 会变淡淡的没有味道 老师又叠另外一个方向了 对 好 那就是 继续把这四层叠上去 三张 对 好 那我们最后一 第三层 对 第三层 然后最后第四层叠上去了 又是反方向 对 反方向再上去 好特别喔 好难想象 为什么是一直反方向 对 这样子它能够中间呈现的面比较大 而不是一个单向 然后有一点厚度 对 有点厚度给它 好 那这时候我们把料 稍微夹出来 是 所以老师是要做一整个 对 这个让人家觉得好想透吃一下 你前头这一个一定要炒得够香 要够香 对 那之前的话 原始的版本它说 里面它会加榨菜或是酸菜 然后甚至说可能放一些青江菜 可是我试过真的没有比较好吃 对 好吃耶 好清爽喔 对 然后淡淡的 老师 刚刚虽然有加一点酱油 一点盐跟糖 对 对 可是我觉得吃起来还蛮爽口 然后吃得到那个蔬菜的原味 我们尽量就是用食物的原汁原味 真的真的好吃 好 那我们把它 这一盘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把它集中到一边去了以后 好 那这时候又把它包覆起来 那包覆的方式 注意看一下 好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两边往中间压一下 对 先压入中间 好 那我的料的下 对 我料下的部分 对 我料下的部分 大概在这整块的三分之一 那你后面再收才收得起来 是 那我们这句话 一边先拉进来 左右两侧先进来 左右两侧先进来 对 像我有时候包春卷一样 好 那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再刷上一点点的酱油 所以老师都是用酱油去黏附它 对 那你如果酱油或油膏也可以 让它有一点点的湿度 然后这样子把它整个包起来 它有一点湿度好像也比较不会破 比较不会破 对 这个颜色有烟熏的样子 对 真的有 好 好 这样子 那我们准备要这一块拿去蒸 这个拿去蒸 对 但是底下我先铺一些青菜的部分 所以我准备一个大锅子 对 好 这时候我先切一些青江菜 是 直接对切 这么长 对 对切 大的话可以移开四 那等一下这些是要摆盘用的吗 对 刚好可以顺便做摆盘用 对 老师你今天 素额里面已经一堆蔬菜了耶 然后摆盘还有一堆蔬菜 这个超健康的 我们这样做起来的话 因为最主要是 第一个它颜色上面更丰富 然后还有你给它们吃的话 蔬菜量还要增加 真的 因为现在其实 大部分的人 食肉主义都是整天都是要肉 对 然后蔬菜真的都不够 对 蔬菜真的用吃过 那你说有些算说 果菜汁或什么可以取单吗 我们专业的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还是吃新鲜的蔬菜比较好 那青江菜好像一年四季都会有 对 都会有的 其实我也蛮爱买青江菜的 老师铺底是一样 就是头在左右两边 然后叶子在中间 那锅子里面先不用加水 先排好以后再一些些的水 那水不要太多 是 OK 好 那我们可以把水加一些过来 好 所以现在也还没开火 对 好 这样够了 那我们的水量的话 大约就是在 你现在看到 就是我们 底下薄薄的一层 这样就好了 对 好 那我们把这个放上去 好 刚刚做好的素额 所以直接蒸在 它就直接放在青菜上面蒸吧 对 那有些时候 可能同学在包这个时候 或观众在包这个时候 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 好像包得不是很稳 他会拿牙签去擦 这个动作就好尽量避免 因为常常就是你擦一擦 就最后忘记了 对 忘记了 那你等到吃的时候 下去 你才知道 就危险了 对 好 现在才开火吗 对 开火 好 那我们的冒烟三分钟 以后这个就好了 真的啊 好 那我们等一下 等冒烟三分钟 我们就回来了 加水之后 然后老师要就 好 来 今天这个 我们投射的金针花 这新鲜的金针花 新鲜的金针花 对 那我们也要给它摆下去 好 这样有看颜色上又更丰富了 新鲜的金针花 对 大部分是看到干的 好 所以这样冒烟三分钟 三分钟 对 好 三分钟其实很快 对 三分钟很快就到了 所以盘子是可以拿上来的 好 好 对 我们就开盖 你以后看到其实刚开盖一瞬间 它原本是整个膨起来 对 它整个就缩下去 对 那个腐皮跟气球一样 对 是整个膨胀 好 那其实里面料都炒熟 那我们其实这三分钟 就是让它水气 让它更透 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刚刚加进去的水还在 也还在 对 对 因为锁水性真的非常好 所以这个可以做无水料理 当然你可以挑战说 我们比如说烫青菜的时候 水就不要下去 没有关系 但是你的火要控制得更好 因为看那种像冒烟爆很大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它的蒸汽过 蒸汽会把水带掉 对 那可能里面就会有烧焦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 老师的意思是我刚刚火控制得不好 对 我有听懂 没有 你控制得很好 基本上我们菜有熟又没烧焦了 好 水还在 对 水都还在 所以从旁边 老师刚刚故意有摆一些顺序 所以它夹的时候就会很好夹 对 不是整堆下去 对 因为我们尽量在夹的时候 也不要把上面整个破坏掉 所以老师现在就是把那个 新疆菜从下面抽出来 对 抽出来 好 然后顺便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摆盘 好 那这个我们椭圆盘的话 好处是 我们现在用长条状的话 你们就做鱼盘 那我们这的话就是摆对称的 所以难怪老师刚刚下锅 就是老师下锅是要这样下的 就是头放两边 那你就是两边抽 对 这样就很漂亮 而且很香 我真的有闻到一点点烟熏的味道 对 就是烟熏的味道就出来了 对 真的有 所以你用蒸的方法 然后让它那个烟熏味就出来了 对 那这拿来需要一点技术 谢谢 这真的要技术 所以它整个整 整条上去 是 可是你看一下 你这个就像耳熏的肉 是 而且是烟熏的颜色 对 老师你刚刚那个酱油刷 就是要刷这个颜色 没有错 可以刷出这个漂亮的颜色 只要用酱油刷呢 不懂 就是不告诉人家 现在看了才知道 那如果说正常做烟熏的话 你还记得有个动作 我们东西起来以后 在上面快速的要刷上一些的香油 那如果说像我们烟熏黄鱼 那本身是没有味道的话 你在刷之前 先用糖水跟盐水 然后再刷一次 那现在我们这个 等一下也是要刷一点油 对 就刷 蒸好的东西上面的话 你会一直接触空气 它后面 会比较干 对 会比较干 所以刷一点油也是好看 而且其实说实际 我们刚刚那些真的 几乎没有什么油 而且你看刷过以后 它整个亮度就不一样 就很亮 卖相更好 对 这端出来这个走路都有风的 这真的是算一个大餐 而且这道菜很特殊一点 它其实做放凉也是很好吃 所以热的凉的都很好吃 对 刷过以后 我们最后金针再補放上去 好 那如果没有这种新鲜金针 你用就是干的金针 把它泡过以后 那其实放在里面 稍微煮一下也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黄色的金针 配色比较好看 只是好看而已 对 好 上菜咯 烟熏素了 我们烟熏素了完成 老师 这个皮 现在冷静看它 真的那个皮 有那个鵝肉的那个皮的那个文革 而且你看 很夸张是 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做烟熏 可是你一看到 跟闻现在的香气就是 完全都烟熏的味道 对啊 样子像 对 然后难怪真的真的 塗酱油很重要 而且我想说老师这么认真 一层一层在塗 到底它的用意是什么 一蒸了就知道了 你看它就是真的标准的 鵝胸做出来了 非常标准 好 那光看不够 我们马上就来试吃 这个如果像我们在家里上菜 我们要切段吗 对 要切段 切段 因为这个其实放凉的也是很好吃 是 我忍不住 真的是很想要 赶快把它 我拿这个 这样子 好香喔 对 它的味道 我本来以为 是那个 老师 你炒料的那个素额 那个没有味道了啦 但是它的味道就淡淡的 跑到整个里面去了 对 可是你现在去 而且吃到那个皮 你会让我比较惊艳的就是 真的是感觉有在吃到 动物性的皮质 对 而且那个 一点点咸咸香香的 真的有烟熏味耶 怎么会这么奇怪 对 感觉很像变魔术 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 我们就是想办法 就把所有困难的菜色 把它简单化 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最好 我们是日常可以取的东西 可以买的东西 那取代一些我们过去繁琐的 烹调方式跟手法 我一定要跟观众朋友讲 这口感太好了 为什么呢 它咬进去 每一种口感都有 就是它那个 老师的那个腐皮 那个有点弹性 对 有点韧性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你会咬到竹笋 然后又咬到一些 其他的一些食材 我其实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食材 有的软软的 有的脆脆的 所以你每一口咬下去 都会有不同的那个 就是口感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香气 到现在你看 其实还没咬完 然后呢忍不住 就想告诉大家 那个香气那个 烟熏的那个味道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到现在整个鼻腔 全部都是那个烟熏的 淡淡的味道 所以你不用把家里 搞得无烟瘴气 是 就可以做这道名菜耶 对 观众朋友为什么不学呢 对不对 这道名菜一定要把它录起来 然后重复做 你看老师 刚刚其实呢 就是那个腐皮 已经有一点点干干的 对 可是你看 做出来 还是一样 因为这段你蒸过了以后 它水系 其实我们刚才偷开盖 那一瞬间 它原本是膨胀 又缩回去 那个有时候我们会说 你把这个动作 赋予食材的生命 太厉害了 对 非常谢谢五番公主老师 谢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大小的口红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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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 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刚才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摇